观众朋友午安欢迎收看大爱五间新闻 我是吕思萱 首先要带您关心 台北市首创提供了居家使用维生器材停电的补助方案 只要是遇上台风来袭或者是停电的状况 对于使用呼吸器的伸张者来说 都可以向台北市政府来申请租用发电器 或者是呼吸器的蓄电池 而预估每一年可以帮助将近有400户家庭 居家身心障碍者呼吸照护需求 24小时都得仰带呼吸器和氧气制造机 但倘若遇到停电 台北市推出首创贴心补助 是全国首创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就是补助 那这个补助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一个发电机的租赁 还有氧气钢瓶 跟我们的这个就是呼吸器的一个蓄电池 突然停电加上被用维生器材不服使用 一缺氧对大脑伤害不难想象 台北市全国首创补助方案 针对低收中低和一般库 素用发电机补助2000到1000不等 如果购置氧气钢瓶三年内限定一次4000到2000 至于购买呼吸器蓄电池 最高补助可到3万5 一样三年内不能重复申请 氧气钢瓶的厂商 那这个部分也都民众可以打1999 那我们也可以有相关的一个厂商的资讯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民众内入补助 只要30天内减负相关资料 就可向北市卫生局提出申请 对于身心障碍者家庭多少减轻负担 再来看到的是为了宫顶拍照留念 却发生了意怀 有一名热爱登山的无性女子 她前几天独自前往南投八通关路山 但没有想到却不小心摔到了20米深的山谷 没有办法自行下山 于是她就打了卫星电话来向山友求救 但因为最近的天气状况实在太差 消防队是没有办法出动直升机来救援 而目前是有6名救难员员是露山搜救 预官处就表示 这一名登山客没有申请救露山 可能会依法开罚 吴小姐她的卫星电话 就是那个坐标区求救人的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无性女登山客独自前往御山国家公园 19号衰落20公尺深的山谷 身体多促挫伤 打卫星电话求救 第二天还可以再透过卫星电话 可以联系到她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说再有一个 这是现场跟救援人员的一个沟通 但是到昨天整天都没有办法联系到她 研判女子的卫星电话可能没电了 因为山区这两天天后状况不好 直升机只能待命 救难人员徒步上山 最快今天中午就能抵达意外地点 这个坐标区它还是有一定的范围 那目前的话是还没有发现那个无女 那现在他们是在周围 在作为那个扩大的一个搜寻 36岁无性女子是登山老手 登山经验丰富 这个月11号 她从南投信义乡八通关入山 但没有申请入山的记录 依照南投县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 必须开罚 但目前她伤势状况不明 救难队员还是以救人优先 大爱新闻南投综合报导 学生开始放寒假了 不少学校的营队也陆续开跑 中山女高是按照传统 举办了女性的数理自用科学营 学员亲一色都是国中的女学生 至于负责教导的操作实验 也不是老师 而是今年告一的学生们 同学们拿着针筒 要把叶片做真空处理 这准备要做的是光合作用实验 不过好像材料器具都跟一般课本里教的不一样 学校教的是 就是用点液 然后还有铝箔纸 先用针筒把叶子抽真空 然后用光照的方法 让它就是光合作用的光反应 然后可以产生就是氧气 自从有氧气之后 它就会密度比较小 它会浮起来 所以我们是看它浮起来的速度 然后来看它光合作用的速率 它抽五的时候就是往下推推推推 然后发现它可能会跟题目的条件不合 中山女高举办科学营 有生物 物理 化学 数学 地科资讯六个组别 可能通气卡住 然后弹一弹的话会比较好出去 仔细看负责授课的不是老师 而是学校数理资幼班的同学 学员部分则都清一色招收国中女生 就是希望打破刻板印象 就想要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让更多女性发觉自己 对于数理的天分特长 年纪比较小的国中生 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语言 把它转换成 能让国中生听懂的话 他们上了一个学期的专题课之后 有一个成果的小小的展现 那就想说设计这样的一个活动 由学生变成老师 他只有设计表格 是让你一定要15分钟 然后看你赴财质 国中的孩子透过活动 可以学习到不同面向的解决问题能力 高中的孩子则在教材规划中 学会把课程内容重新吸收理解 同时也训练了团队合作共同技巧 彼此都有满满收获 台北报道 寒假到了有不少学生会开始来找打工赚外快 但今年的寒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有不少的业者会利用高薪来吸引攻读生 这当中其实也暗藏了不少的陷阱 所以提醒民众在找攻读的时候 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 手上没有任何东西 轻轻晃一下 石块变出来了 变银币不稀奇 装进钱包瞬间变成千元大钞 大学就读理工系的严酷 因为兴趣而接触魔术 趁着寒假表演教学增加收入 寒假是小朋友放假的日子 所以要集中管理 我们都会开设各式各样有学好玩的营队 还有做尾牙的表演跟过年的表演这样 我欢迎大家 可以帮我左上角点点追踪或是爱心哦 镜头前大方自信 外形亮丽的哈尼 不只当直播主也是平面模特儿 年节档期接了许多展场秀 但为了接案子碰过不少求职陷阱 我之前的话因为像是我接展场的话 我们都是投地履历的方式 然后我之前有接过那种 它写的很像是晚会啊 展场接待啊 但是其实我到现场发现是八大的行业 对 就是最近还蛮多的 就是这样那里面是骗取你的个人资料 寒假兼职赚外快目标15K不是梦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有超过八成的人选择短期打工 或是另外接案经营网拍 也有民众想趁过年摆摊做生意 都是想在短期时间内找容易上手的工作 想在过年让荷包赚保一点 也要擦亮眼睛避免受骗上当 戴爱新闻范秀仪梁家明台北报导 最近在脸书上引发了一波 比对十年前后变化的风潮 于是科学家也跟着秀出了 大自然在这十年之间变化的照片 也让许多民众再一次感受到 这气候变迁带来的严重影响 美国的科学家最近还发现 这北美洲冰河融化的速度 比起十年前是快了四倍 十年前 十年后 现在社群软体上最热门的 十年变化挑战 不止名人 连科学家也来跟风 只是和女明星几乎没变的 漂亮脸蛋比较 镜头下 十年前后的自然景观变化 让人看了不胜唏嘘 冰河的十年变化照片 同样让人震惊 而美国科学家最近有公布一项 令人担忧 北美洲西部冰川变化的数据 科学家观察卫星图片发现 冰河体积减少超过80% 不但熔冰速度增加 而且气温变高 造成降雪量减少 更没办法不足冰河消失的量 科学家也认为 熔冰加快和喷射气流变化有关 导致加拿大地区降雪量变少 美国则是变多 加上人类排碳增加 导致气候暖化加速 熔冰速度也变更快 大爱新闻 郑云轩编译 北美洲在这个周末是冷嗖嗖 因为受到北方冷空气的影响 暴风雪是袭击了 加拿大中部和东部地区 在美国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降雪 打乱了航空的交通 国家摄像局已经针对15个州 发布了冬季的风暴警告 而滨州和新泽西州 也宣布进入了禁忌状态 道路全被白雪覆盖 政府出动铲雪车 尽快清理大量积雪 现在我们有很凉烈的路 温度下降 水会不会有效 所以这意味道路会很均匀 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地区 整个周末遭强烈风雪横扫 国家气象局发布冬季风暴警告 从密苏里到缅因州 至少有15个州都在范围内 这场大雪瘫痪航空交通 光周日全国就有近5000架四航班 被迫取消 这波恶劣天气形态 是因北方往南移的冷空气 导致强烈风雪 随着进入周日夜晚 佛蒙特州等地气温孔下 碳零下35度 而加拿大同样无法倖免 暴风雪席卷中部和东部 新布兰自围省部分地区 恐降下50公分雪量 政府单位在当地发布冬季风暴警告 提醒民众非必要尽量避免出门 以免发生危险 大爱新闻杨请编译 22凌晨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 知名滑雪圣地 古谢维尔发生了严重的大火 造成有两个人死亡 超过22个人受伤 可以看到事发当时火事是快速蔓延 消防单位是派出了将近70名的消防人员 前往灌旧 并紧急的苏山旅感内 大约有60名的员工和旅客 大火是延烧了4个半小时 才被扑灭 目前当地政府还在进一步调查整起事故的原因 而事发地点是著名的滑雪观光景点 包括了英国皇室成员 以及名人都曾经造访 也让这一起意外格外的引人注目 美国白宫正式公开表示 将要在下个月举行川津二次会谈 不过专家普遍都不看好 他们都认为除了非核化的议题之外 目前川普政府的说明当中 是缺乏了会谈的实质内容 引发了外界的疑虑 他们担心会像去年6月一样 没有具体的进展 维安戒备森严 美国北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毕根 抵达瑞典 外船将与北朝鲜外交部次长崔善基首都会面 就川津二会细节进行磋商 上周北朝鲜高层精英哲和川普 长达90分钟秘密谈话 随后白宫就证实 两国领袖第二次高峰会 将于2月底登场 不过除了非核化之外 美国政府对接下来的会谈 都没有说出任何实质内容 引发外界担忧 去年美朝会谈 北朝鲜对非核化议题含糊回应 也没有采取具体行动 专家猜测 这次北朝鲜可能在美朝二次会谈 提出在国际专家见证下 关闭相关研究设备和飞弹测试中心 不过条件恐怕会要求美方放宽制裁 川普在在表示双方在非核化议题上 已经有大幅进展 川境二会近在眼前 会不会成为空炮弹 国际摩拳擦掌拭目以待 大爱新闻扬情编译 建人上人才刚结束行脚回到花莲 这一趟看到慈激之工 在全台各地举办了岁末回炉 慈激之工们的互动 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家人那样的关心 也相当令人感动 建人上人也勉励人人都要 法入心 法入心 把握当下 一路走过来都是在听回忆 那一回忆起来故事之多 感觉原来世间 这个人群总是有那么多那么多的 很悲伤 很欢喜 也是从此得到从凡乎的生命 转成为菩萨的慧命 好多好多 所以这一回出去 真的很有收获 法喜充满 很多事都是说来话长 每个人要说到周到很难 不过这是人生要有真诚的心 汇合起来就是美好的人生 很感动人的事 总是时间要死死把握都是生命的生态 来表达出真诚的美 所以把时间利用寻命 就是我们人生不空过 为在台北松山区的慈祭东区会所 在20号的时候举办了东令发放围炉 慈祭志工是邀请了114户的照顾户 和关怀户家庭来共同围炉 岁末大团圆的时刻 慈祭仁医会以及美法师 也到场来服务 让大家可以健康又清爽的 迎接新年到来 来我们吸气吸宝稍微憋着一下 憋着一下 好可以吐掉正常呼吸 超音波它实际上不像S光一样 它有放射线的这些风险 而且没有什么侵袭性 现在有这样的一些超音波机器 或者是像眼科他们的机器 或耳鼻喉科的这些检查台 那相对的病人 他就可以先做一个初步的检查 那有真正需要就医的 那我们再建议他去就医 就可以省了病患 到医院这个奔波的这个辛苦 这样你站 你没关系 可以 北区慈禁人医会提供健康咨询 医师见证味教的重要性 我很感动的一点 就是说牙齿都刷得很干净 这是跟在偏箱看 完全不一样 所以有师兄师姐的照顾 在每一个区的师兄师姐的照顾 长期的关怀 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成果 看医生剪头发 慈禁照顾户在信义区的东区会所 半天时光就可以完成 因为车祸瘫痪的高建民 在妹妹姑姑等人照顾下 勇敢开朗 我姑姑 二姑都在后面 她都在隔壁栋 她有认识持继的人 然后师姐特地挨家访 然后虽然在物质经济还有精神上的支持 可是这四年多来我都没有忘了 我也没有关系她 我一直觉得说这一份力量真的太大了 一年一度东力发放继碎末围炉 是汇聚人人的一面善与爱的行动 我告诉自己说如何发愿很简单 我随时都要行善 例如我知道直律都在做环保对吧 路上有垃圾的话 看到垃圾带就赶快捡起来 有人在问路需要帮忙的话 你也赶快回答 行善是有心人的权利 能助人也是人生最乐事 大爱新闻知识的志工台北报道 玉林慈记志工陈林称 今年已经85岁了 她在20多年前是沉迷于赌博 因为有一次看到非洲苦难民众的影片 是感受量多 从此之后开始借赌做环保 现在的她是天天骑机车来捡回收 做分类 她也到医院来担任志工 还在邻里间来推广述食 85岁的慈记志工陈林称 骑着机车穿梭在乡间小巷里 到处捡回收 再回家做分类 做环保 20多年如一日 但以前的她 沉迷赌博 直到有次看见非洲苦难民众的影片 陈林称才醒悟 自己过着怎样荒唐的人生 不只用心在环保 陈林称也投入医疗志工服务 还会鼓励大家吃素食 陈林称的手艺好 经常自制地瓜包 带到环保站与大家分享 家人 下定决心 痛改前非 把感动化为行动 陈林称的故事证明 人生转个弯 一行向善 永远不嫌晚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林荣兴 黄淑英 云林报道 缅甸在去年的夏天 发生了严重的水患 此际将为受灾的农民 来进行第二波的发放 由来自台湾和马来西亚 以及缅甸三地的志工 是进行发放工作的前置作业 30位志工是花了两天的时间 来检验稻种的品质 并且是实地来勘察发放的场地 爬上货车的车斗 一路颠簸前行 慈济缅甸联络处 在华人农历年后 将为去年水患 受灾农民进行第二波的发放 大马与台湾志工 提前与缅甸慈济人会合 进行敞勘 检验稻种品质 检验稻种品质 慈济之工与农业部人员 一再确认存货状况 并且叮咛保存方式 希望届时发放 农民收到的稻种都是最好的 两天的场刊行程紧凑 志工走访了三个据点 但大家分工没有人喊累 发放前志工作尽管相当繁琐 但三地志工相互学习 用心传承 希望让农民都能感受到 全球慈激人对他们的爱 大爱新闻 王绿缅黄露发陈永胜 缅甸报道 马来西亚的新山合力园国际学校 同步举办了岁木祝福 还有发放活动 而学校特别邀请了画家 来构思设计了 竹筒岁月的区域 志工们是合力来布置 共同感受到 此季的合和护协之美 照顾户也是有备而来 他们捐出了爱新竹筒 要回馈志工和社会的爱 机动组分别从静思堂和供修处 将物资载到岁末祝福会场 此季志工分工合作 竹筒岁月区的布置 还请到画家设计 有别以往又不失 此季人文 其实我加了一些新的元素 不然每一年都是看到 那个竹子跟那些叶子的信仰 如果你们没有那个信仰 觉得很难这么热忱地付出 志工为年迈及行动不变的 照顾户准备轮椅 分转手心 尽耐心 乐文才一转眼与此季 结缘十年 听环保志工的讲解 了解如素熏道 不一定能立竿见影 但至少传播 好观念 我会很执着 就是我们劝输了之后 我们有没有 就是成功让他们 变成如素的一家人 这样子 会很在意这个部分 吃了一口 你就会觉得很内疚 所以才下定决心 要接受如素的挑战 发愿如素和行善的道路一样 过程面与种种考验 难行难行的法喜感染群肠 戴上新闻之下美之宫 马来西亚报导 强烈大陆冷气团发威 今天的最低温是在凌晨4点28分 出现在桃园新屋的13点1度 气象局表示 这一波冷气团最强的时间 会是在这个星期三 所以提醒民众在这几天外出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 避免着凉 而气温流滑梯 玉山在早上的10点20分 也降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这是创下66年以来 最晚的出雪记录 画面上可以看到 玉山飘雪的景象 气象局表示 由于今天的水气足够 再加上气温够低 只要是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在今天都有机会降雪 玉山在飘雪25分钟之后 这积雪厚度也是达到了0.7公分 接下来要带您看 详细的温度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爱一台的五件新闻 要在这里告一段落 稍后大爱二台有更多的新闻内容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议题要带您来关心 根据健保署统计 去年国内接受电脑断层 这些含有辐射量的检查 这件数是多达了1600万件 虽然这些检查可以协助医师来诊断出疾病 但却有着健康的隐忧 就像是做一次心脏的电脑断层 这辐射量竟然是核灾食品的8万倍之多 不过今天医界也特别出面来澄清 现在电脑断层的扫描 这辐射量多半都控制在1.4毫希佛左右 对于人体没有太大的伤害 所以民众不必过度恐慌 医院大厅后诊间到处都是看诊民众 根据健保署统计 去年国人接受电脑断层扫描 X光显影等检查 就多达1600万件 但现在传出做一次心脏电脑断层的辐射量 是一公斤核灾区食品的8万多倍 对人体有危害 医界特别出面澄清 电脑断层血管摄影 它的剂量大概是在3 4毫希佛以下 比较新的机器 其实就是可以让病人接受到的辐射剂量 明显的降低很多 一般拍这样子的检查的时候 是开关直接就结束了 吃进去是停留在我们体内会占留 是完全不同的 医师更指出 虽然根据国际标准 每人每年可承受的游离辐射量 不应该超过一毫希佛 但医学上的检查有其必要 因此被排除在标准之外 健保署也强调尊重医师的专业判断 但也会更加严格把关 去调阅我们的这个医疗资讯的话呢 又直接重做的话 我们健保都会不予起伏 所以对很多医疗团体来讲 大家也需要一起努力 因为光是去年只有民众做了20多次的电脑断层 健保署近年来积极推动医疗资讯云端共享 就是希望医师们更方便调阅患者先前就诊记录 让医病之间共同做到 避免健保资源重复浪费 大海新闻杨韵茨李明华台北报导 学校开始放寒假 不少学生就会担心在放假的期间 会大吃大喝影响身材 高雄的民权国小就和连锁卖场的业者 来设计了各类的闯关活动 让学生是从生活中 这活动当中来重新认识食材 也培养健康的饮食观念 柳丁葡萄柚学生傻傻分不清楚 没关系高雄民权国小跟连锁大卖场合作 以去为闯关活动取代单调的饮食教育课 透过一个体验探索的机会 让我们孩子从做中学 然后学中玩 然后玩出真正可以运用在生活上的一些能力 藉由这样子一个游戏的方式 让小朋友开始把他的所学 跟他的生活的一些理念结合在一起 那他就会产生更多的思辨能力 活动中不仅带领学生运用试听效觉等感官 重新认识食物 也学习如何辨别各类食品安全标章 同时还透过食物银行解说 让学生学习分享 透过这个活动 让我们更新的认识食物 也让我们更懂得珍惜 尽量吃食物的原始 然后不要浪费食物 寓教于乐的活动 要让学生懂得减少食物浪费跟友善环境 从小养成具有国际视野的食欲力 大安新闻学员林道明 高雄报道 冷气团报道 在中国大陆已经有许多地区 都已经降到摄氏领度 在天津有150位慈济之工 他们是冒着严寒的天气 来为冀州区68户的助学生和照顾户 送来了生活物资 以及满满的祝福 天气冻 人情暖 慈济之工带着生活物资 到天津济州区的照顾户家中 寒冬送暖 不用客气了 一家人 你们是休假的 冒着严 还有香皂 还有牙刷 物资有限 却都是浓浓人情味 之工也邀请大家 下午参加岁末祝福 分享生活中的感动 在今年熟假期间 慈济之工上我们家吃酸原饺子 那一天是我最最幸福的那一天 那天他们冒着大雨 把神人都淋湿了 来到我家 拿着所有的吃了用的 各种的东西 到我家吃酸原饺子 我的这一天 慈济的饺子 我现在感到万分的高兴 慈济人真诚地陪伴与温暖 度过人生低潮 爸爸在我初中 初三时离开了人世 这个时候我便与慈济家庭相遇 你们就像雪楼送炭 给我温暖 给我希望 因为心灵富足 拥有大幸福 新的一年也格外有希望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魏志新 刘健 天津报导 关心身心障碍朋友 台南的艺检团体 赶在过年前 来为身心障碍者修整门面 他们还邀请了 忧郁症的康复者来表演 鼓励他们勇敢地面对困境 也呼吁民众要一起关心他们 让他们更有力量 艺检现场热闹滚滚 三四位发型设计师齐聚 技巧熟练 专业十足 修剪的头发落下 若是的朋友 心情也跟着轻松起来 这就是设计师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们没有太大的 可能就是经济的能力 那我们就秉持着我们的专业 用这个专业能够为这个社会 付出一点点的一个心力 那也可以达到一些 抛砖引玉的一个效果 他们有一个整个发型 整个重新开始 心也就开始亮起来了 和妈妈欢喜分享 原来陶千秀完成了 第二次捐发助人 妈妈就是退手 常常告诉他 即使癌症病有事 长不出头发 然后可能经过化疗 没有很心 有 他怎么克服 能耐啊 捐发助人的还有他 才四岁出生 没剪过头发 我从小就一直有跟他 宣导这个观念 然后他其实也一直觉得 很愿意配合这样子 因为他觉得头发再长就有 但是身边的小孩子 没有办法再长出头发 把善念重在孩子心里 带着他们行善 也为这意见著弱的活动 添上一抹文心 大爱新闻派 云珍珍瑞萍 台南报道 关怀弱氏族群 在美国加州 有一位青年志工 达雷尔 他从两年前开始 发起了冬日发放的活动 他汇聚了各个慈善组织 还包括慈祭捐赠品 要来关怀 无家可归的街友们 慈祭志工合力准备 发放物资 这是由社区青年 达莱尔发起 印尼印度的活动 previous years we parked at a park and we kind of set up shop and we allow homeless to come to us but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the homeless we're packing up cars of our volunteers with bags resources and we're talking about blankets coats jackets beanies gloves resources and hygiene products because the last two years that we did it we ran into a little bit of difficulty with the homeless coming to us and we always had so many items left over 所以这次我们想要做的工作 以确保的东西出现 圣伯纳丁诺 许多贫从线下的家庭挣扎求生 落魄的身影不为人知的苦衷 志工们的同理扶持暖身心 单约新闻知识美志工王思莹 张朝红胡卫勇美国报导 在他们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想如何透过自身专业 提高观众对情 他们都要接待外宾 二台午餐会 今天要带您连线看到的是 位在台中花博外埔园区的大爱馆 启用到现在将近两个半月的时间 这参访人数是率创新高 慈济志工推广环保更是不遗余力 今天就在展馆要推广厨鱼推肥 要实地来教大家制作的流程 希望民众学了之后 可以回家跟着做 在今天早上有来自国美馆的贵宾们 他们是前来参访 大家看了是非常有兴趣 不约而同的说 想要回家来尝试看看 而现场的情况到底如何 我们连线给记者黄子玲 郭锦宗 记者子玲请说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记者所在的位置 是台中花博慈祭的大爱馆 这个馆启用将近两个半月 目前参访的人数 已经突破四万七千多人 而实际志工呢 平时除了在这边有固定的导览以外呢 不定时会添加一些新的元素在里头 像是志工今天就在展馆里头 推广厨鱼堆肥 很有趣哦 我们来邀请我们第一位受访者 我们中区的环保干事 零熟焦师工 师工午安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厨鱼堆肥的好处是什么 好没问题 厨鱼的好处就是 它会变成有机堆肥 然后可以自己种菜 自己享受 而且是天地运运给我们的好东西 我们要回归一点天地 所以尤其它是占我们家庭里面的垃圾量 39.4% 非常之多哦 所以说我们要告诉你们 大家吃多少 纸多少 买多少 吃多少 不要买太多来变成厨鱼 所以说堆肥我们可以来应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现在透过电视机哦 我们的师姑要来现场教大家DIY怎么做厨鱼堆肥 首先就是要有这个过滤板 然后这个网子 然后放下去 然后首先要有预备 就是粗糠一瓢 粗糠一瓶 一瓶 然后净重两瓶 把它敲好 敲好之后来 这个过滤板里面还要粗糠 就是要按部就班 顺序做好来哦 收集的预肥水会很美 还有堆肥哦 来 再来 敲好下去 开始菜渣就放下去 非常简单 就是一层一层的就像三明治哦 好 来 放下去 把它铺平 所有的菜叶水果皮都可以 来 铺平 就是刚才弄好的菌种 把它用下去哦 好 这样子一层一层 然后这样子来 再一次水果皮 就是到最后要封筒 然后一个礼拜呢 或是四天一个礼拜 收集预肥水 好 然后就这样 好 这个就是菜叶水果吧 要一层一层的做 就是像三明治这样子 还要进种 出坑 好 最后就封筒哦 来 等一下封筒很重要哦 OK 好 感恩师姑的介绍哦 我们现场看到这些民众哦 其实大家都非常仔细的在看哦 有人甚至还拿手机来做记录哦 我们邀请我们民众来跟我们做分享哦 好 阿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刚刚看你哦 看得很认真也听得很仔细哦 有 因为我本身也有做那个环保分类 那我做的部分不是这个那个堆肥的部分 我的是那个用果皮去做那个清洁洗涤的部分 也可以擦地板很好用 谢谢 谢谢大家 感恩哦 那我们第二位受访者来跟我们讲一下说 刚刚这样听完的感受是什么 感觉也很好 然后我这个做起来 教那个玉肥教那个花 好漂亮哦 开得很快 那开起来都比别人 别人种得很漂亮 所以您平常在家里就有在做咯 有有有 也不会麻烦啦 也非常的简单 只要把那个盖子盖好 不要影响那个 不要那个味道跑出来就一定 感恩哦 谢谢我们的受访者哦 其实厨余堆肥的好处真的很多哦 厨余堆肥制造出来的 液态肥跟堆肥到底怎么使用呢 我们邀请我们的慈祭志工哦 肖顺章师兄 师兄来跟我们介绍哦 大家好哦 这就是顾泰肥哦 这就是所有的哦 我们要用这个东西就是要把他倒进去 跟我们的头做会就是我们的肌肥 肌肥就是我们 在不在那生中的中间哦 它的肝随时都要输掉 这就是肌肥 它回去一直用的肌肥哦 啊 再来咧 我们的厨余堆肥呢 就是在那里可以让一比两百 在厨余堆肥材 它可以把它噴到它的肥皿 厨余的肥皿 它有一个好处 它有一点点味道 它味道它可以驱从 它那个台湾白粉底也比较不滑 所以说哦 我们的青糖就会比较少 在这个时候哦 咖啡菜啦 咖啡菜啦 咖啡菜 它青糖哦 它台湾白粉底它没有天底 它的幼蟲没有天底 它就是青糖呢 它一直吃我们的 像我们吃到我们的菜鱼 刚才像浙公的肥皿 的肥皿这样啦 泡泡都不滑 所以用这个东西 它青糖就不用挖来 我们也不用做这个 做这个创伐的工具 让这个青糖的盐酒 那我们的菜会成长就会更好 我们吃到就更多 更好吃的菜鱼 听说师兄自己在家里 平常都有固定在做这个厨鱼堆肥 有 我家里做的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部分有更複雜 我们时间上比较好 我是用它整档 用它拉拉拉的 搅拌搅拌的 它吃得斑 所以我的味道有更浓 所以这种味道更少 用这个方法是更好 我的方法就是 但是味道更浓 但是也是很好用的啦 反正就是要消化这些厨鱼 要消化掉 因为我们的厨鱼 越多 垃圾厂 焚烧 浪费的那些石油 浪费那些东西 我们就是尽量把厨鱼都拿来用 配合用 用后我们的蔬菜也更好吃 真的我们就是吃到健康 好吃的蔬菜 感恩 感恩顺章师兄接受我们的采访 也感恩所有的慈激志工 这个展馆启用将近两个半月 大家都各手甘位 努力的在推环保 希望大家有空来这边走一走 展期到四月 希望大家有空来走一走 相信对自己的环保知识 一定大有帮助 好 要做到凌厨鱼 是相当的不容易 得从小家庭开始做起 今天的午餐会 也看到慈激志工不辞辛劳的是 在花博会场来推广 让更多民众能善用妙计 落实到凌厨鱼 也谢谢子玲为我们带来的解说 接下来要带您看到的是 世界最高龄的男性 是住在日本的野中镇造 在当地时间20号凌晨 人是在睡梦中安详此事 想松瘦113岁 去年四月野中镇造 才刚获班 金氏世界纪录的殊荣 他被认为是全球最长寿的人瑞 他历经了日本四个年号的时代 而现在突然传出在家中去世的消息 家属也表示 虽然心中已经早有准备 但对于年迈的祖父突然离世 还是觉得相当的难过 2019年德国柏林秋冬时装周 有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女设计师 雷娜霍谢克的作品相当受到瞩目 这一系列的女装是结合了复古和阳刚 新闻最后就要带您一起来看看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大爱全球新闻 我们再会